柯文哲智庫基金會以及木可公關公司 都設在這棟臺坡大樓 柯文哲拍板 民眾黨裝潢黨部也要搬來這裡 但卻被爆出現在辦公室 疑似是違規裝修施工 臺坡三樓內部空間打通 以民眾黨藍綠色系和原木峰 作為裝潢基調 除了櫃檯 辦公桌及燈具外 看起來還在整頓 甚至評論員文朗東爆料 柯文哲辦公室 疑似沒取得施工許可 打開室內裝修查詢系統 科辦有申請施工 但建管處未核准 因此市府27號上午派員前往會刊 依照建築法95條之一規定 違規施工最高可處30萬罰還 限期改善必要時不排除強拆 對此民眾黨表示配合會刊依法辦理 裝修聲量遭職已擾迷 柯文哲過去也屢屢遭鄰居抱怨 一樓屋主表示媒體天天蹲電 想賣掉房子 還有與柯維林11年的民眾 爆料他對鄰居柯克 市長任內住家樓下20小時有違安 詢問管理費是否可多增加 柯文哲冷回 沒收保護費就很好了 就連問起漏水還被以違章建築揚言拆除 讓他非常驚恐 柯文哲經流風暴稍不停 解放鄰居也跟著受災 再報違法施工爭議再加一 315黃鎮結合採用台北 怎麼的